客户好 我是爱开车大乘 两个月之前呢 我们静态拍摄了REVC R380这台车 当时这台车啊 有几个印象让我特别深刻 首先呢 就是5米3的车长呢 坐到了内部空间最大化 其次呢 在整个的配置层面坐得也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到位 并且大家期待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呢 也是拥有就有 然而上次呢 拍摄呢 是一个工程样车 车机系统呢 并不完善 所以这次的试驾呢 我们重点聊聊它的试驾感受 以及车机系统的一个体验 接下来呢 聊聊这台车的重头戏 REVC R380的一个动态试驾感受 那这台车其实开起来的感觉呢 还是非常的舒服啊 别想象中呢 好拍多了 其实开起来的轻盘程度的 比一般的MPV或者说纯电插火的MPV都要灵活的多 那这个呢 是得益于它前后双电机的这个系统 前后双眼镜总功率呢 是400千瓦 总有距呢 是686牛米 整个的账面数据啊 非常高 并且推动这台车0百的加速成绩呢 只有5.5秒 那5.5秒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对于这种5米3车长的MPV 然后尺寸呢 又这么大 重量呢 又这么重 然后能做到这个加速成绩啊 非常的棒 那有朋友会问了啊 MPV有必要配备这么大的动力吗 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有跟没有跟你用不用的是两回事 尤其是这种自重比较大的MPV 那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尤其是车上拉的人比较多 那么这时候你需要强劲的动力超车的时候 这个时候强大的动力的就体现出来了 那这台车不光加速出众 它的制度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出色 那据官方标车啊 这台100到0的刹车距离呢 只有35.98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你很多30万以内的这种主打性能的轿车都做的没有这个这么好 那如此强大的这个动力表现对于悬挂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这台车呢 采用了前双球节 后多两杆的这种结构 并且前后呢 都配备了空气悬架以及CDC的电磁减震器 所有的该上的硬件都给你配齐了 那么体现在这种驾乘感受上呢 就是开起来或者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悬挂对于路面这种颠簸啊 过滤的非常彻底 并且这台车在整个的操控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那据官方标称啊 这台MPV5米长 三吨多重的MPV 它的迷路成绩呢 可以坐到75公里以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很多主打性能的这种轿车啊 都到不了这么好的成绩 可以说这台车在操控以及舒适方面做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这台车呢 配备了两种规格的电池包 一个呢 是116度的三吨电池 对应的工况续航呢 达到了650公里 比较长啊 另一个电池的容量呢 就更大了 达到了140度 对应的工况续航呢 达到了825公里啊 可以说这两个电池包呢 都比较大 续航呢 都比较出色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经过了大概几十公里的一个试驾 开着空调 温度呢 其实也是大概20多度 整个的吊电比例呢 其实也还好 基本上是1比1的一个吊电比例 可以说这台车在能耗方面做的我觉得也还可以 如果说你日常踩的比较狠的话 那么实际上也能够达到一个8折的续航 8折对于一个825公里的车型来说 它的可用续航呢 也基本上能达到600多公里 6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对于日常通勤 或者说成绩的通勤来说都不叫事 那最后啊 再聊一聊这台车我最喜欢的一个方面 就是这台车的隔音做的真的非常好 你坐在前排 中排或者后排 整个车内啊都非常的安静 并且坐在第三排的时候 整个尾流对于后车窗产生的这种噪音呢 也是比较小 可以说这台车在隔音方面下了巨大的工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顾一下R380这台车的一个造型设计 其实从造型以及名字上来看呢 这台车都是源自于空中客车的A380这个飞机 整个的造型看上去也是非常的个性 这台车的车长呢 超过了5米3 车宽呢 接近2米 车高呢 也是接近2米 轴距呢 达到了3185毫米 整个这个车身尺寸呢 其实放在MPV中呢 也是一个大块头的存在 并且这台车采用了以空间为导向为开发的这么一个平台 说简单点呢 就是整个前机舱包括车头 占用的面积呢 是比较小 将这个整个车身的全部尺寸呢 用于后排空间的拓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车内看一看 这台车的其实整个坐姿呢 比较高 我们会看到前排呢 有一个小踏板 但是上车呢 也是比较方便 整个内饰的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时尚 包括全眼睛仪表 中路台大屏呢 也是通通改道 来看一下整个中路屏啊 它集成的功能呢 也是比较多 操作起来呢 也没有任何的难度 并且它的反应速度呢 也还是比较快 然后主菜单呢 集成了很多的快捷键 比如说这个座椅调整的模式 它有四人座 六人座 六人修旅模式 收纳这种模式 双人大窗房 整个一键呢 就可以控制啊 非常的方便 整个空调的界面呢 也是比较大 可以语音控制 当然也可以通过屏幕来控制 并且它集成了相分的这个系统 座椅呢 集成的功能比较多 包括了三排六座的这个通风加热的功能 但是按摩呢 只有主架 然后和中间两个座椅有这个功能 后排呢 采用了电动侧滑门的开启方式 并且它的开启的长度呢 也是非常大 接近一米啊 上车非常的方便 另外下边呢 还配备了一个小踏板 如果说老人 孩子上车的话 也是要更加的方便 将来呢 看一下座椅 整个的座椅的舒适度做得非常好 功能集成性上也是比较多 下边呢 有一个60瓦的充电接口 然后这块呢 是50瓦的无线快速 这块呢 是整个座椅前后的一键调节 所以说调节起来的还是非常的方便 那后排座椅的功能调节呢 其实这儿有一个小屏幕 可以轻松的控制 它包括了一些灯光 多媒体 遮阳帘 等等这些功能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台车后排呢 还有空调 以及座椅的这个调节方式 包括了按摩 通风 以及加热的功能 那你如果说觉得这个屏幕操作起来 稍微有点复杂的话 这块左右两边呢 其实都有实体的按键 调节起来呢 要更快 那接下来呢 去第三排看一看 整个第二排的过道宽度呢 达到了200毫米 进出第三排啊 非常的方便 然后第三排的座椅呢 采用了跟第二排一样的这种独立的座椅 并且带电动腿多乘坐上去的感觉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现在呢 是在标准的六座烧物模式下 每个座椅的空间呢 都是比较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行李箱扩收出来的空间呢 非常的大 并且后排它还集成了很多实体的功能按键 可以方便调节座椅 当然这台车还有下沉的空间设计 下边采用了一个较大的座椅空间 它的容积呢 达到了163升 放几个包 问题不大 原以为啊 这台车的试驾感受 跟其他的MPV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实际一圈体验下来 整个的操控性 动力表现 以及乘坐的舒适性 做得都非常好 并且它的配置呢 也是极其的高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这台车卖多少钱 你才会为它买单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